哈喽大家好 我在广州蔬菜啊 打了四眼点滴 感觉今天非常的好啊 状态好了非常多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我没想到现在中国的供应链能力真的太强了 可以这么说啊 遍地是黄金 我今天这套衣服啊 大家看一下 我在一个夜市上买的 衣服羽绒的呀 背心 69元 然后我这条裤子 你们看照片 你们先拆下多少钱 你觉得多少钱会买 我的好朋友 我把照片发给他 他拆是300 我说你还得减个零 30块 太厉害了 在中国真的机会太多了 我很荣幸我能投身到自己的热爱的产业当中 那今天呢 我们一整天都在这个 我一好朋友的公司 VS 这个微生体育 然后呢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靠谱 然后老板为人也都非常棒 然后产品力也非常强的一个公司 聊了很多 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也把明年的计划 大概的去布置了一下 明年证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产品 因为同行业之间的人嘛 要多交流才会进步 这个我之前说过 同行聚集效应 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呢 我还碰到这个世界上最会卖球的 一个雅诗龙的销售 张主 他也是球馆老板 也是狂的 没爱好的 真的 他也做得很好 本来想去球馆赚一下 但是我人真的太不舒服了 我没有去神 然后我就回房间休息了 给大家拍今天的视频 马不定题出差了一周 厦门泉州 近江 包括佛山 东莞 还有广州 我感觉非常好 看到我的产品 和更多的重道合的创业者一起交流 我非常开心 接下来的行程呢 我会去四季酒店 我好兄弟王寨铭和我的好朋友 张玉的一个婚礼 能够亲眼见证他们的幸福 应该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然后顺便中午啊 我还约了我的大哥陈龙 还有我的好朋友薛松 也吃个饭 在广州感觉非常好 因为在这里 遍地都是球馆 这里一定就是中国 羽毛就分为最好的地方 我太爱这里了 如果有到一日 我的球馆 我的公司能开在这里 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给大家送十字球拍 微信公众号 阳城大城 后代回复 早日康复 因为我病了嘛 需要你的祝福 我可能双十二的直播 感觉会好一点 双十二直播的主战场 是在我的朋友圈的这个 连接微信公众号 和视频号的一个主战场 我也都会发朋友圈 我双十二当天晚上 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交流 期待你的到来 如果你还没有我的微信 你看一下 你的眼睛说的问题 还是老子说的问题 这么大个码 你不会少了解吗